这是号称世界上最强大的生物 它拥有不死之身 根本无法将它杀死 就算是心脏没了还能再长出来 这完全打破了我们对生命的认知 这就是六角恐龙熔猿 它身上到底隐藏的怎样的秘密 熔猿是一种长得有点像蜥蜴的两栖动物 有着黑色的眼睛和略显微笑的嘴巴 看起来呆萌可爱 主要分布在北美的森林区 以蜈蚣 蚯蚓为食 当然 它还是一种特别奇葩的动物 可以像植物一样进行光合作用获得养分 也能在水中依靠塞来呼吸 是个典型的水陆两栖动物 更可怕的是它还拥有罕见的不死之身 不但是肢体缺失后能够重新再长出来 就算是脊椎 肝脏 大脑 心脏等所有组织和器官 也能实现完整的再生 并且再生出来的组织器官并不会产生任何疤痕 几乎是做到了完美复制受损前的部位 经过科学家对熔猿的无数次研究 终于揭秘了熔猿再生的秘密 原来这种动物的身上拥有大量的巨氏免疫细胞 当其身体出现伤口时 这些细胞会迅速抵达受伤的位置 并按原有的记忆进行分裂再生 这简直就是自然界中亡者般的存在 那熔猿岂不是永远也不会死亡 其实 熔猿虽然杀不死 但它会自然老死 普通的熔猿寿命一般在30年左右 但由于熔猿的种类繁多 约有400多种 其寿命也存在极大的差异 有些熔猿能存活200年之久 之所以寿命有限 那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 熔猿身上的巨氏免疫细胞会越来越少 直至消失 科学家还发现 人类在早期也有器官组织再生的能力 只是在进化过程中渐渐退化 如果能将熔猿再生的能力运用到人体身上 那人类恐怕真的也会拥有不死之身了 大家期待吗